好 馬上看得到的就是我們臺灣都非常多的鋒灰 鋒灰就是炸豬皮 所以以前很窮 所以會用炸豬皮來取代得到豬的味道 因為它是炸過 然後再去煮 所以它會吸煙很多你煮的 不管是湯或是食物的那個味道 然後K酒是會這樣聽不懂的 那這裡面當然會 然後裡面還放了大白菜 然後放了一點蘿蔔絲 然後放了臺灣的扁魚 然後扁魚要先偏過 然後那個香氣偏出來 再放下去燉這個湯 然後有一點木耳 筍絲 然後還有什麼 喔 豬肉絲 所以這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強要三針海味的一道湯 那這道湯喝起來蠻鮮甜的 但是它又有那個厚度 因為所有的食材都必須要分開切 然後分開個別煮 或者是炒 或者是炸 然後才放進湯裡面 然後用很小的火慢慢去燉它 對 所以這是一道非常溫暖 然後喝起來很甜的到它 那這一道是非常傳統的 臺灣人的臺灣菜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 因為我們做賈分的已經做了好幾場了 那我發現你這一次非常強調 就是要做臺灣菜 那是什麼讓你想要做臺灣菜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做各種臺灣菜 那些其實我非常著迷 而且很喜歡所謂的臺灣的臺式伴助菜 那這些菜色其實很困難跟複雜 去把它給呈現出來 那原因是它其實工序很繁雜 那我很喜歡是因為這是我小時候的味道 那這些味道非常 到你長大以後很多人長大之後 你其實也不是這麼容易可以吃到這些這麼傳統的味道 因為越來越少人會辦這種傳統的宴席 在家裡 然後在馬路邊 然後有所謂的中透塞去家裡煮這些這麼傳統的菜羊 那我很喜歡是因為我以前都是跟我的阿嬤 那它總是帶我到處去吃這些這麼傳統的菜羊 所以我很想念這些味道 就是我很想要煮 然後讓它分享給這裡的人 然後給大家 那雖然是一道不是這麼多人吃過的一道菜 一個湯 可是它卻有很多 對我來講是很多故事 然後對我來講是一道非常體現 所謂台灣人當年早期的時候 那些不富裕 但是卻用這些這麼簡單的食材 我來創造一個非常豐富好物的湯 那我只是很想要把這個東西給分享呈現出來 那這是為什麼我喜歡在腳本肥裡面去挑戰我自己做很多很特別很複雜的菜 那我聽了是有一點點驚訝 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驚訝 就是說因為其實在這邊很多人對台灣菜的認識 都是外省菜影響的中菜 那台式的料理大家一般會覺得 喔就是小吃 那不是什麼很複雜的東西很簡單的東西 那可是照你的說法 傳統的台灣菜很複雜 那你可以多說一點嗎 為什麼傳統的台灣菜很複雜 傳統的台灣菜很複雜是 台菜在我的認識啊 因為大家對於 台菜也不是剛剛講法 台菜是一道非常講求工序 還有 Layer 就是不同層次的味道 去組合起來的一個 只是像今天這道湯 我們就 我就幾乎花了八九個小時 為了做這道湯 從去準備它 切它 然後個別食材去處理 去煮 然後熬燉這個高湯 就至少要八個小時 所以它的前置作業是很長的 那台菜講求它連大小 我沒有做到這麼的傳統 就是說我看了非常多的書 也問了很多老一輩的人 其實很傳統的台菜是非常講求 刀工 所有的尺寸是被要求得很精準的 然後什麼食材先放 什麼食材後放 它是會完完全全影響到這道湯 喝起來的厚度 這道湯是厚的還是薄的 是溫暖的還是什麼 是你放食材的順序是非常講求的 對 那這是我很喜歡那個故事 那個當年這些 這麼傳統的人 為了煮這道湯 煮任何一道菜都一樣 那麼講求那個工序是有它的理由 很道理的 而不是我只是隨便切一切 丟進去 反正煮一煮 出來看起來是個樣 但是吃起來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很迷戀 我很著迷這些方法 然後這些越複雜的方式 會越讓我著迷 表示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 那我也嘗試用了這麼複雜的東西 的方式去煮它 去喝 跟我用 我就是把所有的隱隱點 一模一樣的隱隱點 我就是切一切 把它丟進去 一起煮就這樣 那個喝起來的層次是完全不同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想要把它呈現的部分 那我覺得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像這一次主要就是 真的是傳統的台菜 那據我的了解 你其實想嘗試重現的 是台灣的 宴席菜 是那種在很早期的台灣 就是只有大家在聚餐的時候 才會吃的 那些菜餚 然後半桌 結婚 或是很大的 那你覺得 你選擇呈現一桌 台灣味的料理 你覺得有什麼味道是 在這裡很難吃到 或是很少 然後你特別想要介紹給大家的 很少很難 我覺得在這裡到目前我不知道 我還沒有找到 一間餐廳 告訴我 他是做台菜 然後他做出了 我吃過的 台灣台菜的味道 到目前我沒有找到 那也許是 還沒找到 對 那 那 這些 就像我們這一次 我很喜歡宴席是因為 吃宴席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而且並不是天天常常有得吃 而且那個是全家 那個是全家大小一起的活動 然後是去賞後 支持鄰居 然後跟大家湊熱鬧 然後偶爾鄰居 資源不足的時候 大家還要跳下去一起幫忙做 所以那種氛圍是很開心的 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 台灣 這次我做 我有幾道菜是很傳統的 在辦桌菜的時候 然後去 才會吃得到 所以 所以半桌菜也很講究 它的冷盤裡面有哪一些 傳統的冷盤小菜是必須要有的 對 所以我們這次也呈現了一些些 台灣的冷盤 然後 很傳統的冷盤的下一道就是這一道的 很多人會講它是紅燒根 也有人講它是台式海鮮根 那 因為現在的人的改變 也很多人 如果講說都是魚刺根 大家一定都知道 但現在大家都不吃魚刺了 所以我們也不再談魚刺根了 可是傳統它就是 它就是一道魚刺根 魚刺海鮮根 所以 再來就是這次我也會做很傳統的米糕 所以這幾道都是在宴席上面前三道 這三道吃了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這個中後餐的技術好不好 然後 今天這個請客的主人 他是不是有很多的資源放在這一次的夜行上 因為這前三道只要是會吃的人 就知道今天這一頓飯會是多麼的精彩 那 那 我 因為吃過小時候也常常跟著出去吃 所以 知道那個 有之前比較多的人煮出來的 的精彩度跟比較多資源煮出來的精彩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 我只是很想要呈現這些東西 那 我不敢說我是不是做的有多麼的道地跟傳統 但是我只能說我做了 我 記憶中我吃到的那個味道 然後我希望有辦法把它給呈現出來 我 我發現就是說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菜有分 基本上分 外省菜跟本省菜 那 其實 因為很多歷史因素的關係 本省菜其實不像外省菜這麼湯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本省菜其實是 好像 法國菜一樣 他是 就像他剛剛講 是 是 所有的knowledge都是在幾個chef身上 然後 然後他們 有很多食譜是一代一代傳下去 然後很講究那個做事情做做菜的方式 那 其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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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雜的程度 是 非常非常高的 那 而且是 就是像Tony說有很多那種切的 然後要把一個食材的味道先煮出來 然後再到下一道真的很複雜 那 其實現在台灣也有很多人就是想要 復 復興傳統的台灣菜 嗯 那 我覺得在這裡其實台灣菜的味道是很少被吃到的 嗯 那我們在前幾次的吃當杯 其實 Tony一直放進很多台灣菜的元素 可是他這一次是真的就直接做下去 嗯 對啊 那 那 這個是很 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那 那 這些味道是大家沒有吃到過的 對 基本上 嗯 不會吃到這個味道 在這裡 甚至在台灣現在都不太容易可以吃了嗎 嗯 對 所以 要好好珍惜 就是 我還會知道怎麼做 嗯 然後我問了我 我的家人 他們還記得怎麼做 對 所以那我就是在把它給做出來 很好玩的是 其實我自己在做study的過程之後 我發現就是說 其實很多傳統台菜的元素 就是一些小小的元素 所以會不會變成在小吃裡面的味道 你知道這種感覺就很像一個Fashion的一個大師的大品牌 然後他就是有一些很精彩的東西 可是一些Element就會變成很容易被接受的Consumer品牌的Element 所以台灣的任何羹湯是很有名的 各式各樣的羹湯 嗯 在小吃是很容易吃到的 嗯 對 只是他不會放這麼多各式各樣的食材 他也沒有那麼強調那個工序 但是確實是很多羹湯在小吃店 或者是在Line Market都很容易取得魚的肉的 對 好 那我知道你這次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啊 哈哈 因為其實沒有啊 你還有Daily的Service要做嘛 那這些新的東西 這些傳統的東西其實是需要靠時間的 靠時間然後靠你一直一直不斷的去吃 因為那個味道才會被你吃出來 我不是 我又不是七八十歲的老阿嬤 所以當年我對就是這樣跟這些人做的 不是 我是七八十歲的阿嬤帶我去吃 對 那我只想記得那個味道不會有的好 那個氛圍很好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辦的在這裡面 因為那是可以很體現台灣的感受 期待 期待 期待明天 Woo 好 開始 我